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那是因为这个10月的最后一个交易 10月31号当天呢是大涨了276点 不然的话把这个指数加上去的话 是1500点左右了 那跌幅呢是10.94% 这个是相当大的单月的跌幅 那月K线是呈现连二黑了 那融资余额到底减多少呢 集中交易上融资余额从1598亿减到1241亿 这个减的是相当的惊人 357亿的融资余额的减少 但是这个还不是最惊人的 最惊人是贵买 贵买融资余额呢 10月1号当时呢是592亿 减到呢 10月30号呢剩下263亿 减了多少 这个贵买是减掉了 357亿的融资余额 这两个融资余额一加 加起来是686亿的融资余额 那我们讲说融资如果以杠杆2.5倍来计算 700亿左右 大概就少出了将近1700万的股票 对不起1700亿的股票 那贵买指数呢 整个10月份的跌幅 是百分之14.79 将近百分之15 这个真的是非常惊人的 两个市场的情况 那当然 听众朋友也很了解 整个情势的发展 就是全球股灾 尤其是美国股灾 再加上中美贸易战的叠加 所以我们今天一开始 就要请教国征了 那11月怎么看 那进入到11月 下个礼拜非常关键的 就是美国其中选举 那美国其中选举完之后 美国股市会怎么走 那以及国征最近在产业界 爬爬噪 这个听到的 或看到的 现在目前中美贸易战 对产业的影响如何 这实际的影响如何 我们请教天价杂志副总 主币吕国征你好 主币各位听众大家好 国征有看过这样的 这个行情吗 这个10月份的行情 那个2008年 王永庆死掉那一年 刚好就是金融大含笑 就那年 也差不多 还没有比这一次还严重 就10年再来一次就对了 对 那或是回到911的时候 跌的也比这个还要多 如果回到2001年吧 还是911那时候 也跌的蛮凶的之后 股市沈水扁上台的时候 应该是上八九天 还上万点 然后跌到3000吧 最低 如果没有记错 在SARS那一年 但是一路往下 那当然目前这个状况 看起来 有一点那个迹象 但是还没到 那个最严重 不过短期跌这么多 倒是蛮可怕的 嗯 尤其是融资真的 砍得非常惨 对 这代表 686亿的融资 有将近700亿 那融资以为杠杆倍数 是2.5倍吗 那用指数来看 也差不多是这样的 从11000嘛 对不对 一直跌到剩9100 差不多这个指数 是啊 对啊 等于短线跌的 这样1000多点 很可怕 1200点 对 那很可怕的数值啊 如果你是 如果你是融资 或者是你去做期货的人 那个真的是很惨很惨 好 那这样子的下跌 会不会影响到整个产业呢 整个产业 其实我从第四季的状况看起来 我目前跑了各个行业嘛 第四季确实变得比较保守 包括我刚才提到台塑集团 他们对第四季看法是保守的 就是没有前面的好 所以是不是景气 在这里出现了反转 其实我是觉得很有可能的 我这里来回答主持人 那时候大概是淹没这个时候 天下杂志开始做陆续做 所谓的国情调查 跟所谓的警惕调查的时候 那时候阮大哥还一直问我 你说的是真的吗 整个企业老板都觉得 我说去年的这个时候了 大概12月 11月12月的时候 那时候每个老板说 他订单是增加的 然后业绩非常好 然后获利也会往上增 事实上到今年的第三季 还是还蛮准的啦 我说第三季结束 很多业者都大赚钱嘛 以一个我们常常在这里聊的 公司为例嘛 去年的这个时间点叫上瘾 那时候股价就180 然后那时候我就一直在讲说 上瘾的景气非常好 非常看好 那这现金去排也排不到啊 结果前三季结束 好像是EPS是15.9了 对 那股价最高到500多嘛 如果没有记错 从180到500多 如果有听这个节目的人 其实如果那时候 这样说的时候 那时候景气看好 可是反过来同一个时间点 其实我们目前看起来我跑到现在 可能对明年都很保守 连工具机都很保守吗 对 比较保守 所以股价就砍到200了 就一年还好啦 比国具还要 没有一年哦 4月它是当时是500块 一路 你刚讲说500最高价是4月 4月 4月吧 对对对 从4月到现在还没有一年 才半年的时间 从500跌到200 是因为反弹上来有200 事实上它跌到180几了 就回到我们去年这个时间点 在谈 从去年来谈今年的景气 应该这样讲 那确实去年是这样 但是我坦白讲 我跑到现在是都很保守 看得比较淡 就看明年比较淡就是 对 那会衰退吗 会到严重到衰退 目前还有详细的还没有出来 但是其实嘴巴都没有像今年年初 那么乐观的 所以当今年出现1万1 我们真的如果这样回想看来 也不是太讶异嘛 嗯哼 好 所以说明年景气有大变化 这个看起来国真说 对要谨慎的 对 打量到的消息 所以也就是说 那个10月的下跌 也许11月会反弹 但是呢 如果是景气的变化的话 那恐怕股票市场后面 还有的考验 对 现在说是真的保守 好 那中美贸易战 你觉得会真的打到不可开交吗 因为11月6号 美国期中选举 对就下礼拜二 下礼拜二 投票完之后 会不会有这个波云建物的可能 波云建日 不是波云建物 波云建物就很惨 波云建日的可能性 我先转述一下 因为这个不是我负责 那我有天下杂志 有去访问那个相关的 中美贸易的专家 或中美关系的专家 他先第一个推测是 其中选举应该 因为我们再过几天而已 应该变化不大了 不至于出现很大的翻盘 所以应该就是民进 不是民进党 民主党跟共和党小姐 你被我你被我传染了 对对民进党可能大叔了 这个选前15天不能公布民调 我们15天了吗 还没有 我吓我一跳 我在想说今天礼拜五 我算一下时间 等一下我走去管假新闻 天下杂志假新闻还得了 开玩笑 是民主党跟共和党 其实是小胜小赢 可能共和党会输一点 但是不至于变化太大 也就说不可能去威胁到川普太多 所以中美贸易战应该会持续的进行 应该讲中美之间的摩擦跟僵局 还会持续的下去 只是贸易战会不会真的玩很大 我们目前其实各方的看法不一样 也有说贸易战可能会让经济大衰退 这样预测 那也有人说 其实就是小打小闹 就这样一直持续到川普选完 那目前看起来 如果11月6号如果选完 应该搞不好要和缓一点 股市才会反弹嘛 但是我到从我这几天 这一两个礼拜 我跑了台湾各个地方 我去彰化看很大的轮胎场 我就不好意思不能讲名字嘛 大概都知道是哪一家 有两三家 很大你已经把这家讲出来了 我有去新竹 看了一家国内很大的玻璃容器厂 我也到台北市去看花工贸易行 其实我反而听到一些 不一样的声音出来 第一个中美贸易战 先来讲中国的部分 那很多台商 其实本来中国厂就要被缩了 因为现物令或中国的环境 各种要求或者是产能 也没有办法扩充 所以对他们来讲 反而中国的产能的部分 反而不寄望说出口美国太多到多少 或是还会成长 他们反而能够在中国好好的 把它升级跟经营是比较重要 做内需 所以反而现在布局 包括我直接讲巨大 捷安特他们也是这样讲 或是建大振兴 这些业者都是 中国就是做内需了 好好把它做好 那产能扩大不可能 因为现物令跟工厂要求条件 反而在台湾的部分看到另外一个契机 很多转单都可能转过来了 从大陆转单转到台湾 或本来应该是中国大陆要出口到美国的 或者是美国本来要出口到中国大陆的 都可能选择到台湾来 例如我前一阵子就有台商一直在问我说 美国有牛肉要买的台湾要怎么卖 因为以前都大量卖到中国大陆去 那他打美国的业者打算投资台湾 可是还没有落地 但是你这样的询问生意 其实是有的 就因为中美贸易战 他长期看不好 他可能会担心未来不是那么顺利 当然台湾的牛肉市场 其实我不敢讲 但是他看到的是有这样的趋势 那这一块 那我也去新竹看了一个玻璃厂 玻璃厂考虑真的是在2019年 也就明年而已 就再过几个月而已 就他要选择在台湾扩产 他跟国外的客户正在谈 是不是要在台湾再增加一条生产线 因为中美贸易战的关系 他大陆厂就是专心做大陆 可是有一个厂可能可以出美国 也可以出大陆 因为贸易战隔在中间 那也可以出其他国家 那可能再增加一条生产线 增加新的工作机会 跟新的投资动能 这件事情是正在台湾的各界发生的 所以说台商回来是真的 台商回来需要地需要人 这个传闻是确实的 对这应该是确实的 只是回来到底量跟值是怎么样 我们还要再观察 好那缺地缺人怎么办呢 这个台湾产业就面临五缺 还有缺电缺能源缺水 对不对那一大堆台商要回来 要抢人抢地 抢能源 那现在台湾的整体的供给能补得上吗 第一个问题 回答主持人的第一个问题 是台湾现在好的工业区 我现在不讲好的工业区 是把张滨工业区给去除掉了 跟停 现在还在海里的云林离岛工业区 那有几千公顷在那里 那都不在数目上 台湾的属于政府管的工业区 中央政府管的 就工业区管的 大概剩两百公顷而已 那这个其实经济部的工业区 其实数量是非常少的 这是一个问题 可是我们必须要去看说 立法院是不是赶快要修法 把闲置站在工业区里面 站着毛坑不拉屎的 这些把它清除掉 那个数量很大 那个其实是一个非常大的数量 所以工业区并不是完全缺 那还有时候地方政府的工业区 并没有开发的 这个也很多 这个应该也要去开发 在第三个就回到那个张滨工业区 是不是有些业者 应该要去开发张滨工业区 这个其实是要去想的 所以先把不要的工业区给清掉 然后或者是闲置的 或者是这些利用率低的 其实是要先开发 而不是每个地方县政府 都要再去开新的工业区 并不一定对 但是缺人可能是一个问题 但是自动化的工产线 生产线越来越多 其实也不是问题 所以我倒不觉得我缺是问题 而是缺的是好的投资 也不是什么台商都可以回来台湾 这是我觉得这个主张 是应该我们主张的 还是产业能够升级比较重要 而不是中国大陆不要 活不下去了 来台湾也不一定活得下去了 好那人的问题 搞不好还不见得是一个大问题 为什么因为 10月份 这个实施无薪价的厂商有增加 这个增加了 有这个目前看到 这个劳动部最新的统计资料 到10月中 实施无薪价的厂商有19家 人数暴增了3490人 是最近三年来的最高 那桃园大型汽车制造商 国瑞汽车 因应消化库存跟调节产能 所以劳资双方协商减少工时 从8月份开始实施 员工休假 给付7成型 所以国瑞汽车开始实施无薪价 是我觉得这是对台湾来讲 也是一个很严重的问题 因为好的制造业人能都要 其实我们从这件事情 是要去回想看一个东西 是刚才主持人问我台商回流的问题 那好的制造业人能都要 好的工作 其实全部世界都在争取 那会国瑞会有这样的大规模的缩减 对不起 我用大规模缩减 因为他现在只是犯无薪教 我不能说他大规模缩减 我等一下再解释 其实我前年去了广岛的马自达的生产线 那时候就看到一个很明显的趋势 也在这个节目提过 就是安倍打算把生产线都集中回日本 那今天我们看到国瑞的无薪价的缩减 其实是日本要把好的制造业 把汽车制造业拉回日本去 才造成这个问题 国瑞最好的时候 他其实写下一个记录是 这个厂的生产线是生产 一年生产20万辆汽车 是创下台湾单一个厂最高的生产纪录 是丰田跟尼桑吗对不对 丰田而已只有丰田 Toyota一家业者就生产了20万辆 是台湾最大的汽车生产线 国内没有帮日野啊 没有 日野汽车是日本的Toyota的集团之下的 所以日产是在三亿 日产在尼桑是在三亿 尼桑是在三亿 他曾经外销如果没有记错 是将近10万辆的汽车 外销一辆车子叫做Artis 那整个Toyota集团 有大部分的Artis 是在台湾制作的 所以他那个20万辆 是一个很高的记录 但是如今我们来看 因为整个Artis 已经创下了18年的辉煌的记录 所以Artis其实是已经走向的 所谓人老珠黄 形容这样的车 好像或者是走路黄红 他已经到了一个成熟期的末端了 所以这辆车很快的 可能要被淘汰 或者是要换新的改款 或者是推出新的世代 可是其实Toyota并没有 对台湾有引进好的车款 在台湾国产化 也就是说他Artis生产完之后 他就不打算在台湾生产 Artis会在台湾 但是真正市场受欢迎的车子 我先来讲国内 现在在台湾还要做什么车子 Artis、Yaris跟Wheels 这三辆车 还有Camly这四辆车子 主要是在台湾生产 那这四款车其实在台湾 应该很多人是很熟悉的车子 可是它其实并不是市场的主流 市场的主流是什么 我们来摊开过去一年 或过去几年 台湾的汽车销售量 销售最好的是CRV 那个包括我们看到的 Toyota很多 现在在满街路上都可以看到 甚至计程车也要用的 叫RV4 RV4这辆车子 就是休旅车 那这个休旅车其实占有台湾很大的一个市场 再来Toyota 不能讲Toyota 在Toyota里面 或者是跟其他的车子 有一款SUV 就是休旅行的市区的跨界的车子 最明显代表的车子叫做 马自达的马三 或者是像Toyota最近在9月引进的叫 Accu了吧 我不知道没有翻译出那个名字 或者是HONDA笨天 有个叫HRV的车子 这是一个比较所谓都会流线型的 那这辆车 这几辆车在台湾卖的非常的好 可是其实Toyota是进口的 马自达也是进口的 所以这个让整个台湾的新的当红的车款 都是进口车 那这是第一个就当红的车 CRV是在台湾生产吗 CRV当然是台湾生产 我们上次有讲过 HRV也在台湾 那福特也有 但是福特的跨界修旅的形象 一直都没有出来 所以我不知道怎么去定位 福特的跨界修旅 它车型一直不会 那年轻人喜爱的是这样车子 第二个是 它卖的车价还真的蛮便宜的 它就是在70几万到八九十万这个级距 其实这个是一个最大众化的级距 不是说Ruffel吗 Ruffel 85万起跳 那它新的Toyota引进的 9月才刚引进的这一款修旅车 跨界修旅车 其实好像也是在七八十万这个级距 我详细的售价 我只看到大概建议售价 大概在八十万以内 那跟HRV七十几万 当然是重叠的 跟比马上还要便宜 可是其实它比国产车还要便宜 也就说它甚至跟 纳志姐可以是批底的 也说很多 当然很多网友 或者是也许听直播 或者是听到会留言说 进口车比较好啊 那对我已经没有办法驳斥这件事情了 又好又便宜 那请问一下台湾的制造业怎么办 这就是真正的问题 上次你上次来帮国产车讲话的时候 一大堆我们听有说 国产车的港版很烂 会绣食啊什么的 我要回头来讲说 有很多人会讲说 日本制造比较好了 那其实如果老一辈的人 在讲制造这件事情的时候 都讲到日本货叫东洋货 为什么当年会称日本货叫东洋货 意思就是它比不像西洋货 它其实就是二等货 那这几年来 我们还是要讲一件事情 日本的汽车 难道真的比较好吗 钢板也作假 前阵子有弹出钢板作假 大量的车子都中招 排气也造假 那日本很多大企业的生产 或者什么造假 其实日本制造也没有 大家想的这么的完美 或无懈可及 那它为什么从日本进口 还可以卖得比台湾产的人还便宜呢 第一个是日本其实规模生产 其实真的会让它降低成本 在日币的贬值 这是第二个 那第三个其实台湾的关税 当然现在是17.5 跟早年三四十不能比 所以17.5下来 其实台湾的相对有竞争力 那这个是没有办法去避免的 但是真的要谈到国内 又回到国内的时候 等于好的或当红的车款 是在日本生产 并不是在台湾 国内汽车成立在1984年 就是民国73年 是台湾最大的汽车制造商之一 现在目前是总部在台北市 有两个生产工厂 分别在中立跟观音 员工人数3000多人 所以说它一旦 如果日本不在 在台湾生产的话 那就马上面临到3000多人 可能会失业的问题 包括台湾的汽车制造业 这制造的部分 何去何从 我们这边休息一下 等一下回到节目现场 98新闻台 FM98.1财经一路发 我是阮木华 我们常讲一句话 叫一夜之秋 就是说这个国内汽车 向政府通报2000多个员工 实施无薪休假的消息 这个消息呢 其实已经有业界形容 是一个信心危机 会压垮台湾汽车制造业的 一个关键 为什么这样讲呢 因为业界人士说 国内汽车 它是日本丰田 日野跟台湾 和泰合资的组装空厂 主要代销 Toyota汽车 是台湾最大的车厂 刚刚国正有讲 2014年的时候 即胜时期的产量 突破20万辆 那之后就由胜而衰 外销年年递减 内销也跟着衰退 所以说到现在 目前腰斩为10万辆 然后现在又要通报 无薪休假2000多人 等于说三分之二的员工 都要离开生产线 那代表什么 代表没有订单 代表他已经 出现很大的问题跟危机了 那这样子情况 如果恶化下去 那台湾的汽车制造业 国产车何去何从呢 我们继续来请教 天下杂志副总主币 宇国珍 那国珍怎么看 国内这次通报了 2000多人 无薪休假 你刚刚也谈到了 就说 现在目前国产汽车很惨 对不对 就打不过进口汽车 鬼越的时候 其实双方一度只差0.5了 就是进口已经 一半一半了 已经逼近了国产车了 就很快越过那条防线了 那听起来好像不严重了 可是一旦越过那条防线 表示我们台湾的生产规模会越来越小 那它的效益会越来越低 那它能做的车款会越来越少 所以我在这个节目 我去年也听 那整个汽车供应链就很惨了 我这里要讲那个数字 台湾整个这个福特讲的 福特统计过说 整个台湾汽车直接从业人员 影响了大概9万人 汽车整个产业 他可能把其他的整个小 那间接含供应链 大概有30万人 等于9万跟30万的工作机会 所以福特去年 我们在这个节目也谈 我们去参观福特的生产线 福特投资的40亿 那他投资这个40亿的车的生产线 其实他只做2.5万辆 刚才就是提到20万辆跟2.5万辆 你说那是一个实验工厂吗 对那他为什么要做一个 2.5万辆的车的生产线 听起来很小 投资的40亿 可是因为他没有办法 他想要再维持在台湾 能够多样的车款 在台湾的国产的规模 然后同时又有一个 经济效益跟规模 所以他那一条生产线 必须同时可以 前面是可能是福特focus 后面可能是福特的库嘎 或是福特新的 哇那个SCO吧 那个念的 我也不太会念的名字 因为在路上基本上看不太到 那每一辆车可以混合生产 这也是他已经是不得已的情况之下 就智慧工厂 智能生产 对那他因为他 每一辆车的订单产能都有限 少量多样 那我来回答 刚才像RAV4他取代的 artist部分的 因为很多人可能不开房车 喜欢开休旅车 那新的休旅 马自打马三也取代了 一部artist 所以artist现在一个月 其实从国民神车 可能一个月 国内可能生产十几万辆 到现在销售只剩下三万多辆 那三万多辆 全年喔 还不是一个 以前artist你刚刚讲 在台湾 还有外销嘛 对不对 对那外销现在好像 我看到数字还是剩两三万辆 其实这个数字掉得非常的凶 可是这对消费者 当然是好处啦 我不能再辨迫消费者 可能有更多样 更精致的日本车可以选择 可是对台湾来讲 我们的生产规模一直萎缩 再来可能真的在台湾 已经没有办法生产 太多的汽车了 那整个供应链 就是一个发生一个大问题 实际数据是这样子 最近十年来台湾 整体汽车市场 情况是这样子 这个2009年销售不到30万辆 2017年达到44.5万辆 是2017年创下12年的新高 但是就像刚刚国真讲的 进口车的比率是跳跃式成长 2009年的时候 占整体的车市 进口车不到两成 今年一到九月 就2018年已经到了44.5% 一度差鬼月那个月差0.5 而且业界讲说突破五成是迟早的事情 应该很快 因为现在当红的车款 引进的都是进口的车子 就像Toyota引进那个SUV 我不太会念那个名字 因为基本上我还没看过它 那是销售的价格比国产车便宜 比HRV还便宜 那它势必会席卷一个新的风潮 等到我们也许在一年后的时候 可能在谈一辆车子 可能就会提到它 也许我们一年后在谈的时候 真的会销售非常好 可是它是进口车 所以经济部工业局 他们就要放弃掉 台湾的汽车制造业了 如果跟澳洲政府一样 澳洲就是把整个关税给降到 如果没有记错5%吧 整个澳洲整个汽车生产线 完全就没有了 澳洲本来有自己的汽车生产的产业 现在澳洲这个国家就没有了 台湾会不会走向像澳洲一样 这是一个可能让我们担忧的事情 那育龙以后就变代理商 那我这里可以打新车款的广告 主持人我可以这样做 其实像SUV这样当红车款 育龙好像会有引进一辆自己日产的车子 但是它会在台湾国产 也说说同样集聚的 所以我们可能有多一个选择 除了来自屏东的HRV这样的休旅 SUV 那个国产的三亿也会生产 所以可能大家在看车子的时候 也许可以考虑一下台湾这些工作机会 因为其实它的外形也不错 而且网友会跟你讲说 我们听友会跟你讲说 你不要跟我讲什么考虑台湾工作机会 买车是很现实的 我不会去想到别人的工作 买车就比较那个CP值 是比较它的那个钢板 是比较它的它的那个 是是没错 但是因为安倍这样三支箭下来 其实我们看到它的威力啦 确实它的规模生产 那日本也要搞制造业回流 美国也搞制造业回流 那台湾的制造业怎么回流呢 所以我们现在要趁中美贸易战 赶快把台湾的制造业也拉回来 对真的有一些有自动化 或者是有好的生产线的 是真的必须要考虑回到台湾 那经济部应该有策略啦 17.5这个防线 因为如果没有迫切的压力 其实不应该再往下降了 维持一个台湾的最低规模的汽车产业 其实是必要的 我真的是这样讲 因为它关联的很大的一个 30万人吗 你刚讲 对而且它也会训练很多 会做模具的人跟做工具机的 它也可能会去做AM市场 例如地保车灯 在这栋大楼的地保车灯 它其实如果没有做车灯的技术 我怎么会做出一个全世界最大的 AM的地保车灯的公司 这样的公司很多 台湾汽车厅组建大部分是外销了 对它其实不依靠本土的市场 但是零组建供应链应该还好 因为他们主要是以外销市场为主 但有这个产业 其实是他们练兵的机会 我还是要回答说说 它的产业链有它的价值 它可以找到会做车灯的 它本来做原厂的 它现在做AM的 其实是搞不好是这样的一个关系 而且设备是共用的 所以其实我们不能忽略汽车产业 对台湾的关键的影响 好 那摩托车呢 机车的部分呢 摩托车其实我倒觉得 我看到一个很大很大的希望 因为刚才讲四轮的 我们兵败如山倒 所以我们剩两轮的就对 两轮 两轮也有另外的危机 就是自行车 等一下我们有时间谈一下 巨大美利达 其实股价也跌翻掉了 跌翻掉 但是我也可以从另外的角度来讲 我们先讲两轮 自动的两轮 然后燃油跟汽油的这部分 其实我们悄悄的 我们全成为全世界的电动机车的王国 这点到时候我没有夸张的去讲这几个数字 然后我们我看各个机构去统计了 然后现在全世界的电动机车 大概一年大概卖30万辆 在未来可能在未来几年 可能会卖到80万辆 那中国大陆占最大 大概占了六成 那是全世界最大的 那如果用33万辆赚六成 大概18万辆 可是中国大陆才18万辆 我讲的电动机车 应该不止 电动单车不在里面 我讲的是可以算机车这一块 大陆就是所谓的电瓶车 对那个不算里面 我讲的电动车这块 电动机车 那个算是电动单车 那个电瓶车就是小蜜蜂 那真的是无声无声 那算单车还机车 其实那个很难界定 我们现在讲的是机车 但是台湾其实在今年 我们看到一个很可怕的数字 今年经济部好像编了 快6亿 我们讲6亿的整数了 来补助电动机车的购买 可是在上个月就已经花完了 整个电动机车的销售 真的是大喷发 今年可能有机会突破10万辆 等于台湾一个市场可能会出现 因为经济部那时候 在6亿快花完的时候 业者又在呼吁他 所以经济部可能今年 还会再拿3亿出来补贴 也就说一辆车就是补贴1万块 那这只是经济部相关的补贴 还有各县市政府的补贴也有 例如桃园 很多人买GoGolo 对我说广告了 GoGolo其实在桃园 所以桃园市政府给他的补贴 还有不同的补贴 好像可以最高到补贴到3万9 这个数字如果错了 网友不要找我算账 我知道大概3万多块这个区间 桃园补贴到这么多 所以买GoGolo要去桃园买 不要在台北 我怎么多 所以今年 你说补贴到3万是加上经济部的补贴 对对对 他自己拿钱出来 我知道桃园市政府有这个德政 因为GoGolo是在桃园 我们如果回到国产车 怪不得郑文燦这么稳 但是如果回到桃园的国内 跟桃园的GoGolo 我们必须还是要称赞说 本土化这件事情很重要 那这是第一点 我们的销售量悄悄的 可能会卖向10万大关 加上光阳 加上其他品牌 这是我们值得称赞的地方 那越过10万之后 我们还有一个很难的地方 是刚才主持人一直问我说 中国大陆电动机车不是很多吗 那我们今天讲的是一个 技术门槛以上 也就是说可以挂白牌的电动机车 也就是说它是重机型的 可以等同于125到150cc的重机 或是等同于50cc的所谓的公路型的 那跟可以男游车比的 其实台湾是第一大生产国 我们很难想象 所以GoGolo连亚马哈机车 这个世界上可能是最大的 最好的 最大是本田 本田跟亚马哈 这些人都还要 亚马哈给所谓的GoGolo去代工 那代表台湾做电动机车的技术 已经是到了世界一个 相当一个领先的水准 现在目前经济部的补助是这样子 这个轻型跟重型 就是100cc跟120cc是补助1万块了 小型轻型就57c的部分 是补助7200块 所以国政刚刚讲说 中央政府补助的部分 就是7200到1万块 那再加上地方政府 这样补了可以到3万多 然后今年一下子6亿被领完了 领完了 好我们先休息一下 等一下回到节目现场 98新闻台FM98.1财经一路发 我是阮木华 这个电动机车去取代传统的 这个燃油的机车 我个人是举双手赞成 因为这个燃油的机车 这个排放废弃真的很严重 第二个声音又吵又大 晚上那个经过你家门口的时候 你都没被他吓一跳 如果晚上很安静的时候 那另外呢电动机车的好处呢 就是他非常轻巧 所以说他占的空间也相对比较小 所以你看到那个125cc那个重型机车 有时候他很大小的 那现在目前电动机车 看起来就相对轻巧 所以占用公共空间比较少 所以我个人是举双手赞成 但是地方政府能补助到3万多块 我真的觉得地方政府的财政 真的是有够宽裕的 但不是说台湾每个地方政府 都是赤字吗 都是在借子孙的钱在用吗 那可以补助到3万多块 真的是大手笔了 那这个是桃园 刚才郭震已经讲了 买一台某排的电动机车 大概政府的补助就占了 差不多三分之一了 将近快一半了 好那我们继续请教天下杂志 副总足笔率郭震 那郭震台湾变成电动机车的 制造王国的话我们可以出口吗 我们当然现在开始在做出口啦 其实像光阳最近 因为光阳当然很多网友就会说 听众朋友会说光阳就是比不上狗狗楼啦 因为再怎么做也要做绿牌的 就是50cc的 人家做白牌的 你做不容易人家 人家速度飙多少 那光阳就往印度去跑了 印度其实也是一个很大的一个成长国家 因为印度为预估未来几年可能电动机车也会达到几百万辆 所以他就投资了22亿跟印度的新创公司合作 未来可能帮他组装也卖电池服务系统 那他也跟除了印度之外也往跟中国大陆的阿里巴巴的集团 河马先生也开始要准备卖所谓的电池服务系统 所以整个台湾的电动机车 其实是有往外扩的一个效益的存在 那在台湾的部分 GOKOLO其实也跟PGO 那跟宏加藤跟YAMAHA在做代工 所以整个两边看起来好像是在打架 事实上包括我刚才提到了可以去印度 提到去中国卖所谓的电池的服务系统 那其实整个台湾的这个链 其实未必只是在台湾关起门来打 而是他其实是可以外销到国际 因为等到我们达到一个规模的时候 其实就跟日本一样 其实他靠的规模其实是降低成本的 当然还是有一件事情必须要拿出来谈是 现在电动机车的价格其实并不真实 其实是靠补贴的 那补贴的结果其实说 他真的是会有竞争力吗 这其实是打一个问号 包括他卖到国际 我也不敢打包票 不要说我们有国际竞争力 因为其实我们是补贴很多 而且非常多的金额 你卖到国际的话就没有补贴了 对 那可是有另外一块的趋势也正在发生 到了2021年的时候 台湾的燃油机车要走向所谓的七期环保 就是到了从六期环保到七期环保 到那时候 其实燃油车的就是烧汽油的机车 会比电动车还要贵 是哦 对会比电动车还要贵 制造成本的关系 制造成本会比电动车还要贵 可是我要回答 可能这个是一个很大的试变嘛 那时候可能 骑燃油的机车 可能比电动机车还要环保 因为它烧的 它的不管它的排放都非常的低 可是如果我们的电动机车 烧的依然是中火的电 它真的有比较环保吗 这是一个大家提出来的 OK 你的帐很会算 对如果 电的这个二氧化碳排放还是要算呢 对这个是以这个空污其他算 如果你今天用我们今天的角度来看高雄人今天的状况 如果你打开Airbus的状况 今天高雄全部PM2.5是飙到100多 那台北享受这么干净的空气 其实你有把声号废掉了 你真的公平吗 所以就是把那个机车的小排气管换成那个火力发电厂的那个大烟囱就对了 对这是第一块 然后第二块很多人没有去想的是 它其实要用大量的涅菇鲤 或者是涅菇鲤猛这些三元电池 就是大量的金属去做电池 电池未来的问题是会有多大 我们汽油烧光的就是水跟碳排到空气中 当然有碳排放问题 可是电动机车它有大量的所谓的废气电池的问题 能够处理的完吗 它真的可以到第三世界去做除人系统替人家弄路灯吗 我还是打一个问号 可是那个数量庞大 那现在这种电池回收怎么做呢 我们没有看到一个完整的回收计划 我知道GoGoro喊出一个方法是 让它可以去做除电系统 接着它可以到别的国家 输出到别的国家去当人家的所谓的太阳人日照的除电系统 那它还可以用残余的电池用 可是事实上真的这一套系统很完美 然后当它数量达到几十万个的时候 它怎么淘汰 这是一个问题 那是我们从而没有去思考 过去的燃料汽油可能烧光就没了 未来这么多的电池会怎么丢 那我们要挖多少的涅鲁鲁骨 涅鲁骨蒙这些金属挖出来 它造成了地球的排放 它真的比较环保嘛 这是一个问题哦 然后你烧的是煤炭的电也没有比较环保 人家会说那是非洲的事情 对 那关我们台湾什么事 对那整个产业链回到整个产业链了 当你达到一个规模的时候 其实不是只有Gocoro这家业者 而是台湾有三百家的机车跟气质机车供应链 它其实是重叠的 很多做模具的 很多做塑胶壳的 很多做外壳的 甚至做轮圈的 其实都是 那汽车业就找到一条生机 例如我讲建大轮胎好了 它也做电动车的轮胎 摩托车胎 它也做汽车胎 它也做电动车的胎 电动车胎跟机车胎还不一样 它动力效果不一样 所以哥哥的轮胎也要另外别的设计 它有做 所以其实整个产业链系是重叠的 对台湾来讲它不是坏事 只是现在是补贴啦 一颗电池可以用多久 它寿命是多久 你要看你用什么品牌的 但是我知道哥哥的电池 其实是必须是负担 它最大的成本的那一块 因为它两颗3.6公斤 数字应该是类似这样的数字 那它能用几年 其实是因为未来 可能会考验的事情 因为我们用手机 我们也常常会发现 iPhone手机会有寿命的问题 那未来这个会不会 也在电动车有问题 所以电动车看起来是一条路 但是基本上还是有 这个能源二氧化碳排放的问题 这个问题其实我们账还是要算清楚 对不能说你看到它有排烟 它没排烟 但是烟排到哪里去 我们可能要算清楚 好这其实就是台湾整体能源的问题 另外刚刚国正讲到说 那个电池回收的问题 那recycle的问题 其实太阳能板也同样有这个问题 之前我们也讲过 太阳能你说太阳能好环保 太阳能是绿色产业 但是问题是太阳能板 大概用个二十几年就 对那非洲的国家的小孩 还要去用徒手去挖孤矿 我们这样挖了孤矿去做电池 就合理吗 其实我们这个环境伦理 跟环境正义 其实我们并没有去想 对啦 想多了 晚上都睡不着觉了 我们先就自己的问题解决再说吧 不过这个产业其实是值得期待发展的 毕竟它可能是一个解方 但是我们不能说完全 它就是最好的完美的产品 我不敢这样讲 对 那Google要股票要挂牌嘛 对不对 好像申请上市 对 那它八年少了一百多亿 有没有赚钱也是个问题 当然我们那股本会有多大 然后有人买得起吗 那未来性怎么样 其实这也是一个问号 好 那不过它背后的金主很强大啦 对啊 好像最近减之后 股价也不太好 我好像有看到那个标题 那台湾这个电动机车 未来性是看得到 对 但是问题是说 有个电动机车跟脚踏车有关的 我这里可能直接接下去讲好了 当人口越来越老化 其实有一辆脚踏车是卖的很好的 可能所以台湾的两轮自行车 也没有那么糟 像捷安特它推出很多的 有电品功能的 或续电功能的自行车 其实好多老人也蛮喜欢的 在欧洲卖的还不错 电动自行车我骑过了 对那听说有了它 你可以轻松的爬上武林 这是一个很不可 遥不可及的梦想 就爬上玉山一样的感觉 这个其实我试过 我骑电动自行车爬过山 哇那个很轻松 真的很轻松 完全不用换挡步 它完全不用变速器 这个链一旦做起来 我们来讨论另外一个问题 当全地球都在老化的时候 是不是电动单车 也是一个我们可以发展的路 好那巨大美利达 有没有转机啊 当然有转机啊 因为他们在这一块做得很好 而且卖的还蛮贵的 如果没有记错 那个售价 好像一辆要十几万币 比那个还要好 而且在欧洲 它已经开始在行销了 当人口结构的改变 我们也不能说 完全要拘泥 完全那个将固的概念说 一定要做骑的脚踏车 电动脚踏车 因为门口老了嘛 D7M 可是它也想骑车 要还倒 这是一个不错的解决方案 其实电动脚踏车 它一样是有骑的乐趣 只是说它多加了一个辅助马达而已 你一边骑它可以一边充电 如果没有记错 是有这个功能的 非常谢谢天涯杂志副总主笔吕国真 谢谢国真 谢谢 无论 对 啊 发生 不错 你 弄